迈克乔丹放到现在 可以拿到1.85亿美金的薪水 最近几天 NBA最大的新闻 就是波士顿塞尔提克的Jalen Brown可以拿到史上最大合约 5年3.04亿美金 的合约 让很多人大呼 这个世界怎么了 这个甚至不是球队一哥 左手运球会发生失误的球员 怎么可以拿到平均6000万的薪水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 接着还有些人会出来说 以前Michael Jordan一年只拿3000万的薪水 然后为公牛拿了6个冠军 这群屁孩竟然可以拿到6000万 他有两个乔丹 那么厉害吗 MJ让一只手都可以打爆他吧 诸如此类的发言 其实这真的是有很深的误解 我看一下 我去年也写过类似的文章 今年还可以拿出来再解释一次 且先不论快30年前的3000万 放到现在通膨会变成多少钱 整个NBA真的没有对不起乔丹 甚至大家都知道他太重要 为他破格让他可以拿到3000万 因为如果照乔丹纳什领的薪水 依现在的薪资上限比例来算 那会是 一年1.85亿美金 谁都看不到车尾灯的程度 这是什么天文数字 3000万怎么变1.85亿美金的 下面说明 1.Jalen Brown的薪水是联盟规定 他可以拿到的 并非为了他破格 首先 Brown这张5年3亿的合约 是在10月开始的这个球季打完后 在下一个球季领的薪水 并非这一年他就领这么多 他这张是延长合约 他的旧约最近这个球季才会跑完 然后 他能领到这么多 是因为他入选了年度前三队 所以他依照劳资协议 有资格签下 35% Supermax的超级顶星合约 你可能觉得他在东区冠军战第七战打不好 但他就是季赛打得好 入选了年度第二队 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约就是塞尔提克的要开出来的 没办法 2.因为现在NBA太赚钱了 所以这个35%看起来会很恐怖 不过我上面说的35%是什么意思 就是整支球队的薪资上限总和的35% 也就是说 你可以拿走整队薪资的35% 而为了竞争公平 NBA有规定一个球队的薪资总和上限 明年的球季预计是1.496亿美金 因此Jalen Brown的薪水 就是依照这个1.496亿美金的35%来做计算 可以得出他的第一年薪水是5236万美金左右 而依据薪资规定 他们每一年固定调薪8% 所以他的薪资预计会涨这样 2024到2025美元5236万8085 2025到2026美元5655万7532 2026到2027美元6074万6979 2027到2028美元6493万6425 2028到2029美元6912万5872 总共3美元1373万4893 是这个样子 而这边是重点 他领的35%跟其他超级巨星没有什么不同 字母哥 Drawkick等人 全部都是领35%的超级顶星 这是联盟规定的一个球员能领到的最高薪水 大家都是领35% 有人会说 你别骗我 Drawkick明明领不到5000万 哪来跟着Colin一样 那是因为Drawkick的约签得比较早 而NBA这个联盟是越赚越多钱 而依据劳资协议 联盟收益越多 球队越有钱 那薪资上限就要逐年调高 等于让球员也能深受其力 所以Drawkick的约是在今年开始跑的 那他的约当然就以比较低的薪资上限开始 来计算35% 同样字母哥的约是领35%超级顶星 但第一年是2021到22球季 薪资上限更低 所以字母哥第一年是从3930万开始跑 这样就能看出差距 是因为联盟越赚越多钱 所以球员可以分到更多钱 不是平白无故给Jalen Brown平均6000万 大家都是领35% 只是有先后之分而已 告诉各位一个更惊人的 预计明年也可以千言长约的Jason Tatum 他也可以领35% 经济算 他的平均可以来到 一年6500万 就是因为每一年联盟的收益预估都是上升的 所以越晚签的球员会越恐怖 之后还有Luka Doncic等人会继续突破这个上限 7000万8000万之后都会出现 不要每一年都要惊讶一次骂一次 这世界就是这样操作的 那你或许会问NBA真有赚那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以后每一年 未来和爱尔达的NBA转播权利金会越来越贵吧 每一年未来都要上演 去年续约的很痛苦的剧情吧 我猜 3.Michael Jordan的破格薪水 前面讲太多了 这边讲简单一点 在95到96赛季拿到72胜 顺利夺冠后 Michael Jordan的合约跑完了 公牛这时甚至面临纽约尼克的强势高薪挖掘 幸好公牛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直接大过尼克拿出3000万 让Jordan舒服了 也为公牛拿了另外两个冠军 那时的3000万是什么概念呢 96到97赛季 一个球队的薪资上限是2430万 也就是说 每支NBA球队 最多只能用2430万养球员 而MJ一个人的薪水就要3000万 而如果把这个约放到Jalen Brown的薪资上限这一年 1.496亿美金来计算 那乔丹的这个约放到现在 那会是大约一年1.85亿美金 所以联盟和公牛没有亏欠乔丹 是那时候他的薪水已经破格到吓死人的高了 为什么乔丹可以一个人领别支球队养十几个人的薪水还超过很多 那是因为当时的MJ实在太特别 且面临尼克突破薪资规定的抢人 所以是公牛老板向联盟申请 把这个3000万算在薪资上限之外 金联盟同意 所以可以这样给 而现在就算乔神在世 也不能给这种薪水了 因为规定已经如上所说 经劳资协议 一个球员到顶的薪资上限 就是球队的35% 就算你有通天本领也是一样 也因此让联盟能为他特别破格 给出如此高的薪水 MJ才是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 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而已 他领的薪水相同水平放到现在 大概1.85亿美金 而且是一年以上